好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電液體 14.8公克的氫氧化鈣配成10公升水溶液 請問你墨爾濃度多少 要求墨爾濃度 深分之墨爾 就需要誰 就需要墨爾 然後呢 題目給的是質量 要從質量求墨爾需要知道什麼 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所以你需要 因為質量除以原分質量叫做墨爾 那你還記得怎麼算分質量嗎 就把原質量加起來 算完之後分質量74 所以墨爾怎麼做 墨爾就是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14.8除以74叫做0.2墨爾 然後有墨爾了 那就很簡單 帶回去算就好了 墨爾濃度就是深分之墨爾 所以 題目告訴我10公升 當然算出來0.2墨爾 往裡面塞 就可以了 好 容易生素 容質墨爾素 10公升0.0.0 答案叫做0.02就算完了 簡單嗎 很好 OK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那麼現在就換各位練習這一題 用成硫酸49公克 拉拉也配成500毫升 請問你 它的體積就是墨爾濃度了 有多少 好 49公克 跟它一樣 要把質量換成墨爾 你才會再出深分之墨爾 再次告訴你 提醒你注意 體積的單位是什麼 公升 體積的單位要用公升 體積的單位要用公升 然後你這樣算一算的拉拉來之後呢 這樣子存留349公克 拉拉來配一配 請問你它的墨爾濃度是多大 它的墨爾濃度大 它的墨爾濃度大 分號 8號 8號 多少 A 你選A喔 錯 我們就是B A B B 一樣要先算墨爾 給的是質量 所以需要知道分子量 硫酸分子量很簡單 這已經寫很多遍應該會廢了 98 所以帶回去 算硫酸的墨爾數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子量 算出來的墨爾數叫做0.5 然後呢 就帶回去公式 上面要放的是榮子墨爾數 下面要放的是榮毅森數 下面要放的是榮毅森數 注意要用的是森數 我給我的是500毫升 要換成公升 要除以1000 所以呢 答案就是1大M 1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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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2次 1是08 OK嗎 OK 好 下一題 好 請問你 這麼多個綠化氫 融在水中 請問你配出的融液 有多少大M 2分 28號 答案 什麼叫4 4大M 你做 一樣 要算墨濃度需要知道墨 這裡是給個數算墨 給個數如何求墨 要去給個數求墨 除以6乘以10的23四方 所以 個數除以6乘以10 23四方求墨 1.2乘以1024除以6乘以12 3四方 算出來是兩墨 好了 有墨之後帶回去 我們的公式 上面要放融石墨數 下面要放融液深數 所以上面就是兩墨 下面一樣要注意 500毫升不行用 要用的是0.5公升 所以算出來就是0.5分之2 答案叫做4大M 這就是 以上就是最簡單的題型 直接帶公式 下面放體積深 上面放墨 題目不告訴你墨 想辦法自己算 交換過兩個方法算 一個叫做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一個叫做個數除以6乘以12三之方 等一下 馬上就會出現第三種算末的方法 那個是我們後面要講的問題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可